我自己過去一直結合的主張 比起現在包括香港大岸的同學 或者最近香港的成立 我們都是相對比較保守 所以這個時代的部分很容易落後於形勢 所以在那種政治光谷裏面 特別是關於政治流術 它是很容易拔著博物 今天在這裏開過這樣的論壇 可能平日的報紙 有些人視為大意不得都行 但我覺得這個不重要的 特別是對於日本一代 你要思考香港的未來 這是你聯想的 或者提出具體的主張 最近我特別委託過香港大學學生會學院上一小時的最後一題 《我盆的2047》 那本書我看完之後 我就將那篇《我盆的2047》 在我節目裡面朗讀一次 我的結論就是看完這篇文章之後 我只是… 我的感覺就是第一 就很慶貴這些導播 第二覺得很慶貴 過去年二、三十年 香港這幫所謂非建制的政客 或者所謂民主派的政黨 他們為我們香港的未來 做了什麼所謂論述的工作人 或者提出什麼具體的主張 除了仍然依附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底下 這一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局基本法 然後希望他自我原始 他做了什麼事 是教法 到今天 面臨這個九月立法會門界選舉 見到所謂本土 這種論述 或者本土的主張可行 而是大家拼命抽水 但是到最後 都是不夠膽 否定這個基本法 或者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所謂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所謂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法式 我們過去一直以來 幾十年 包括在這個中英問題 就是登入這個議程 開始終於憑慨 到這個基本法草擬 到九十年代初 彭定康來搞政改 到九七年 香港主權的移轉 我們自己在武漢的專欄 或者我們做的電台節目 我們都常常強述一件事 就是 這個是一國兩制 是不可行 基本法 是找老闆 你一定要留下一個辦法 但是由於我們自己 一直以來幾十年 深受這個中國文化的分圖影響 是不是 陳其何時 年輕的時候 除了反共 你還是要對中國國民黨 統治的台盤金馬 是有些期待 希望它可以民主化 影響中國大陸 這個都是過去 一些所謂 思想發展的歷程 但是我們有一個 是永恆不如的 就是反共 反對專制獨創 所以到了今天 為什麼可以由過去的一個所謂 主張 民主統一的人 變成今天堅持 香港人的權益是排第一 哪怕港共 我們都認為它是一個選項 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 這個是香港年輕人思考未來的一個願景 所以我們這一班 活在香港幾十年 所謂英姨潮世代 這些有權有勢的人 他們有什麼能力 甚至有什麼資格 為我們現在的九十後 千禧後 或者他們的下一代 就是為了決定香港未來的政務 所以學院上一期 那個所謂我們 2047那個想像 或者主張 它是為他們這一代人 和他們的下一代 香港的未來 提出他們的願景 和他們將會奮鬥的方向 請問有什麼不對 陳浩天比他們更積極 我現在就成立一個叫香港民族黨 我就是主張香港民族黨 接著就鋪天蓋地打壓 又說要拘捕所 我現在是 就是 黑心點說 正在吃花生 看看河國 用哪條例來拘捕這個陳浩天 於是就 一個主張港獨的政治反出現 這個港獨才可能有少少契機 我不是主張港獨 今天我要借少少時間 在這裏 將我從政之後 對於香港前途 或者香港政制發展 我的主張 做一些簡單的 論述 希望不會阻擋大家看到的事 首先說這個公投制憲 現在是 已經開始啟動這個問題 由這個議院 公民 普羅正治學院 以及 這個 香港福慶會 還是 陳文老師的 所謂成幫論的基礎 我們簡稱做 燕浦城 公投制憲運動 這個公投制憲運動 我們已經分了工了 現在第一階段 就在街上做 書文庚記 以及派一些文宣 做一些論述 很多人都要問 什麼叫做公投制憲 在這個部分 因為他是負責人之一 他會比較具體的論述 我只是其中一位參與者 實際的操作 或者行政工作 情好運動的推動 具體的工作 我很少參與 我是 他安排之間 讓我出席的論壇 說話 只有這麼多 一個負責人 就是 同海洋 這麼討厭的王陽達 另外兩位年輕女朋友 就是 鄭松泰和鄭葛 就是發言人 所以你們可以問他 待會我 我知道泰博 就會在這方面 有些比較具體的論述 我只是講 我過去這段時間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主張 首先我想講 就是看歷史的進程 就是說 如果你爆發民主權 例如美國獨立戰爭之後 美國的制憲 那些制憲先輩 包括庫林核林 傑佛順 這些人 華盛頓 在制憲會議裡 曾經爭辯到 共建豪議員 大家都為自己的主張利益 去說話 到最後 他達成共識 是靠什麼呢 In God We Trust 就是這樣了 所以你看美國的憲法 他是 我們叫他做 有性的憲法 經常可以抑民 他是本民不變 但是他有很多修正案 來配合那個時代發展 基本上就是一部不相信人的憲法 美國的政治制度 其實基於對人的不信任 但是 就是說 他抗爭 和政治抗爭 你的目的是前提 要退回一個政府 政府呢 就是所謂 還政於民的話 政府 他又肯交出權力 之後呢 就會將這個原有的憲法裏面 那些不民主一部分的修改 這就叫做修憲 是吧 譬如台灣的中華民國 就是這樣 經過幾次修憲之後 就出現1996年 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經過幾次修憲之後 立法院 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是吧 再經過修憲之後 立法院由210席 多議席 單票制大選舉 就變成美麗代表制一半 然後一半呢 就是單議席單票制 然後減到113席 這些就經過修憲 如果有人在台灣要提出台灣獨立 又是要修憲的 接著要公投的門檻非常高 所以呢 梁文通教授就有待努力了 那麽制憲就是 你推翻了政權 重新建立一個政權權 你都要制憲 大家看看緬甸的情況 其實它都是等於修憲的 是吧 現在好了 政權遇見了 軍政府的領導就是做和尚 是吧 當然是暫時做和尚 只是表示一種態度 所以這個國家呢 其實就是一個佛教國家 你看它的政權的和平而轉 以及過去一次 原來軍政府的警權統治 那個過渡 它是和平而流血的 好了 憲法上規定 這個反對派的領袖 被人憂禁了這麼多年的寒山素姬 他是不能夠做總統的 因為他做外交部長 可能是很權大的總統 是吧 那它的發展呢 又是大家要拭目以待 又是到最後歸結 就是人民去決定 那它那個就是首限 是吧 那當然 即是 那番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這個制憲 其實應該證明為首限 那當然是全民制憲 為什麼要用全民制憲這個詞呢 就是我們尊重這個歷史 尊重香港 過去有人提出這個全民制憲主張 這個歷史傳承 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 前線 那今天的前線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前線在1996年8月成立 它是一個全民制憲的政綱 它是說什麼呢 它說我們倡議地方憲法 必須體現香港市民全民制憲的權利 並由港人重新制造這部憲法的內容 而且一部憲法必須 經過港人全民公決的程序而決產生 那這個就是當年1996年 在這個95年的立法局選舉之後 在泛民主派以外 或者都是泛民主派陣營裏面 一些人 有些比較進步思想的立法局議員 組成一個政團 叫做前線 當時的創辦人 包括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李卓人 梁耀忠 劉慧卿 劉慧卿 和何秀蘭 現在都正在做立法會議員 不過就變成了和理非非的代表 96年後25年前 他們是提出最進步的主張 全民制憲 當時我在電台做節目 我驚為天人 高度評價來為兄 何秀蘭 李卓人 前線 另外還有一位前期的女士 都是前線的創辦人 所以歷史是非常之諷刺 當年我覺得香港的前途 你是取決在中英雙方的談判去決定 然後那個基本法 不是由香港入制定的 那個已經是塵埃內地 97年的7月1號 香港的主權就要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根據基本法 這個就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 而基本法在90年已經頒布 96年前線可以提出全民制憲這個主張 那美國拍下首張 那一位同年 有兩位社運人士 一位吳恭紹先生已經過世了 另一位就是劉山清 現在是社民宴的成端 每天有空就縮在長毛的辦公室裡 他們成立一個全民制憲學會 鼓吹以全民制憲取代不民主的基本法 1999年3月22日 吳恭紹代表全民制憲學會 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提交文件 解釋他們這個全民制憲學會 那個全民制憲的具體主張 我要騰訊 第一 設立制憲大會 成員全部由直接選舉補選產生 制憲大會負責基本法的重定事務 大會通過的法案 需要逐條交予全港市民的公決方式認可 例如過半數通過或者三分之二人數通過 這個是一個門檻 第二 確認民間制憲的權力 立法規定任何獲得一定百分比人數聯署的修改基本法議案 可以提交制憲大會表決 如果該議案聯署人數所佔的百分比 超過某一程度 美國加州例只是8%的 這個是 這個議案可以直接交由全港市民族條公決 第三 基本法所有的條文 必須逐條經過全民公決方式認可覆為有效 經公決認可的條文 香港政府必須遵守和執行 中共政府全國人大常委都沒有權反對和干預 除了上民建議的機制之外 任何機關都不可擁有對基本法的修改權 這個是99 基本法90年班部 這種主張是完全和基本法的規定是難言不切的 OK 當年我對這個前線的所謂全民制憲 這個主張呢 極切讚賞 但他們沒有說具體的方案是如何 只是一個訴求 一個政綱 但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進步的事實上 特別是對香港未來作為一個政團 他提出一些相當前瞻 而且很進步的主張 我們當然是很肯定的 但97年之後 全線不再提這個全民制憲 吳恭兆也都在2001年過了身 這個全民制憲的運動就沉溺了下來 到了2011年 算是給我一點點時間 因為我不想斷斷續續 我講到差不多到我 我拍的外院 待會再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這一段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都會出本書的 OK 到了2011年 他們經歷了 即是說這個 2010年的五區公投 和民主黨出賣選民 進去中聯辦 和共產黨密室談判 然後提出他們的政改方案 就是今時今日更容易的這個 他們2010年提出的政改 2012年的特首選舉 是區議員在小選舉產生 結果現在2017年都是小選舉產生 仍然是繼續沿用民主黨這個政改方案 就是區議會那個 所謂功能組別 加了一個 就叫做區議會二功能組別 五個議席 是由區議員去參選 區議員提名 然後被香港人登基選民 求除了傳統的公民組別選民 一天一天去選舉產生 這個就是民主黨當年所說的 兩邊而則邊 民主跨進一大步 但是這個是一個西傳機制 民主派出現大分裂 有人說因為我 是不是 我們搞五區公投 他抄後腿 跟著他入中聯辦 跟著他提出這個政改方案 跟著我們就分裂民主派 是不是 到今天為止 我都是分裂民主派的罪人 是不是 但是其實 我現在被這些年輕人 我們已經是落後 是不是 所以 當年 九月份 即是2011年 因為 講回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就是 2010年公投之後 後來這個社民連 我出走 其實不是叫分裂 社民連沒有分裂過的 沒有搞錯 是黃毓民作為創黨主席 離開社民連 當時最大的爭議就是 因為社民連對於追擊民主黨 就是個立場分歧 當時的主席 是堅決不支持 追擊民主黨的 即使大會通過了 是要追擊民主黨 但是他不同意 那我就走了 是不是 就是因為我不是為了這個議席 我又不是為了這個政黨的壯大 我是為了一個政治理想 喂 你們民主派出賣了香港人 接著我們現在是利用我選舉 2011年區議會選舉追擊他 2012年選舉追擊他 你說No 那大家就分交 就是這樣 那個不是分裂 是我 因為跟他們的政治主張 不要讓我離開 於是從事人力量 當時陳偉業和我們一起走的 人民力量的政綱 很清楚 不過現在 這個政治綱領的初考 後來都沒有經過大會 變成一份真真正正的人民力量的政治綱領 那小弟又被迫離開 是不是 當時的人力的政綱初考 我有份寫的 他曾經擺在人民力量的網頁裏面 我最近翻查就已經走了 這段文字 那段文字說什麼呢 我們最終目的 是召集參與街頭運動的不合作運動 群眾力量 自一樓界點 令特區政府 與此中共政權接受現實 如不白治港的自治權 交還香港普羅市民 他們將無法有效管治下去 這個是當時 2010年寫這個政綱初稿的時候 提到全民制憲的主張的時候 其中一段的論述 後來這一段文字 就收錄了在2013年12月 毫文的《本土民主反共》的那本書裡面 另外在2014年6月 我去國立成功大學演講 我演講的題目就是 從香港政改群局 看本土運動的興起與爭議 兼論台灣民主政治發展 對香港的啟示 這個是2014年6月 是兩年前 兩年後 在這裡舉辦的論壇 竟然講台獨、港獨 我當時的論述是 從香港政改群局 看本土運動的興起與爭議 兼論台灣民主政治發展 對香港的啟示 2012年12月 立法會 我們提出對行政長官 投不信任票的議案發言 我的發言稿 大家可以上網看到 題目是香港歷史上 一部失敗的總紀錄 我在這裡重提這個全民制憲的理念 並且提出一些具體的計劃 我引述其中一段 今天我支持不信任導演 不單是不信任六八九先生 更是要不信任中共過去20多年來的對港政策 人民力量 那時還是人力的 未分裂的 這個是 認為香港 政治體制 需要立即進行根本的變革 不能再等對原有的時間表 我們主張特區政府 集體總辭 立法會同時解散 既然由三思十一局的常任秘書長 合組看守政府 維持日常行政運作 在半年至一年內 成立議員有直選民意代表 及普通法憲制專才 為主導的修憲港市會議 修改《基本法》 匯以港人最大範圍的自治權 修憲工作完成後 舉行一人一票 無提名篩選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 這個是2010年對行政長官不信任動議 我的發言稿裏面提出的全民制憲的主張 和具體的方案 因為時間所限 我交給泰博說一會 留在一間 即是在大家提問題的時間裏面 我繼續說 接著我做了些甚麼 說了些甚麼 然後結論就告訴大家 我都很保守 但是我們一樣被人扣港獨的武士 更加不幸的就是 或者很幸運的就是 我主持的MyRadio這個網台 竟然成為現在香港那些顛覆分子的基地 香港民眾黨的召集人陳浩天 在MyRadio做節目 拿6萬6票 在新大都補選的梁天琦 在MyRadio做節目 好 麻煩你了 謝謝 麻煩你了 一會兒這個自由所的環境 就要給我多一點傳言 給梁文通教授回應一下 我都有提到幾個 兩年大家可能都有一陣子有些回應 就是 我都有提到就是 整個香港的一些所謂的民主政黨 一直有 一開始住民主回歸 到近日 大家去到看了法人自決 甚至是一個港獨選擇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都指出了 其實部分這些所謂的泛民性 在一個北濟的狀況出現 到底 在抑民和其他四個 即是共同推動公投制憲的運動 又能不能夠去 即是大家認同回他的理念 即是改變回大家 對這個民主派別的一個絕望的狀況 還有就是 剛剛提到 可能是一些 香港以往的制憲運動的走向 其實大家一直以來都沒有太多留意 大家可能知道 會有些什麼問題想去抑民呢 或者也有提到 就是 台灣其實也有做過幾次的修憲 他做到一個立法院 和一個議會上的民主袋 所以立法教程也有更多資料 所以補充一下 我現在將影片交給 電影和作師